大家好我是红红 今天跟大家分享四个方法 让你在不需要接触任何东西的情况下 就能把它给了衬衫穿好看 这有点夸张 但是有点特别的方法 就是衬衫露肩穿 把衬衫穿完之后 把一边肩膀给它露出来 然后呢 正常把它这样子扣紧 就把这个衬衫的袖口 跟我们左边的这个位置给它打个结 可以精神的打在右侧的地方 打紧再绕一圈 底板的这个地方就全部给它塞进裙子里 然后稍微调节一下 这种方法就很适合 有那种特殊的场合 来不及买新衣服 你就可以把这种基础款换一种搭配 然后接下来就是衬衫反着穿 就是你们可以把我们的领子 这个地方给它往内收进去 然后呢 就这样子调整完那种大V领 把下摆的这个地方 我们就给它用手捏 捏起来 然后交叉打个结 以上一下 再来一下 打成结完之后 把它反过来穿 然后反着穿完之后 前面看起来像一字领 但是后面只能伸V领 这种也很适合去妇调 或者参加活动的时候 然后你就穿那种一步式的裙子 肯定特别漂亮 当然这个方法就除了反着穿之外 你也可以反过来 变成那种大V领 然后恰白打个结 所以反正大件的衬衫就是什么 虽然款式很基础 只是你可以在它的身上玩出花样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